開館二十九處是在社區基點已經全民來開校 基點的港組人員也沒有接政論已經百分之百 是多是歡喜來開校,回來基點上課 家修也有效穿的空間 管理翁長良已經全都受處了,關心基點運作的經驗 他們會覺得說疫情的部分其實都待在家裡 那其實他可能也不太敢去跟鄰居甚至互動 那其實他們都很期待說如果說疫情恢復 他們有一個地方 他們等於是他們已經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習慣 就是說他可能固定據點有活動的時候他們就會來 所以沒有就是在疫情的期間 他們會覺得說生活也是蠻無聊的 因為我們在全裡面會更自在耶 我很高興,很久沒看到在同學 是剛好高興的說 疫情期間在家裡太久也變五 35多月沒上課 沒記者百分的生活是很無聊 那參加這個失智照顧據點的長輩 至少也有80%的人打過疫苗 那才可以復刻 那整個我們都符合相關中央的指引 所以今天特別來教這個老實大大家互動 這個老實大告訴我 哇這三個月沒想到很辛苦 那所以可見從他們的這個感覺 就可以看到這個據點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就是說他們沒來上課覺得很辛苦 所以我相信政府辦了不管所有的這些據點 包括現在的失智照顧據點 基本上都存在社群裡面很重要的價值 我們其實目前都是採預約制 就是說我們也把人數控制在一定的人數 然後在活動的部分 我們都會保持社交的安全距離 然後全程戴口罩 然後長輩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 每天都會去聊體溫 觀眾翁章梁說 看市長這麼開心就知道幾點的價值 要看市長讓生活更加豐富 也希望疫情未來可以更穩定 大家都可以快樂過生活 記得黃沛街的觀賞報道